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和设计方面的不断发展 人们不仅有这样一个疑问 内容营销已死 营销人员 企业主和博客作者似乎都认为 在现写作已过时 并被其他形式的营销方式所取代 那么 内容营销在2018年仍然对企业有影响吗 答案取决于你如何定义 因为正确的内容营销策略不仅充满生机 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在了 为什么内容营销已死 在去年晚些时候发表的一篇题为 content marketing and long with marketing 内容营销已死 营销万岁 在文章中 作者张艾伟提 内容营销已死 不过 他将内容营销定义为卖家导向的内容 并表示这将被买家导向的内容取代 买家导向型内容符合买家需求 包含买家想要的信息 他抱怨营销人员只专注于他们想要发的内容 以及推送他们想要推广的内容 数字营销部份 Dora Sharma 则称 内容营销属于网络市场上 饱和的糟糕内容 他表示 网络环境正朝着 网红营销 influencer marketing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品牌商会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博主宣传产品 那么 内容营销真的死了吗 在网络环境中 过多的糟糕内容 无法迎合消费者需求 这确实令人沮丧 不过 让我们来看看 辨证的另一面 为什么内容营销还活着 在最近一篇名为 Content Marketing 2018 is all about storytelling 内容营销已死 2018年是讲故事的一年 作者 Sarah Johnson 表示 朱利的线上内容已死 不过 这并不表示 内容营销也消亡了 只是意味着内容营销 应该采取新的模式 比如 你不应该在网上 创建普遍的标题党内容 而是要追求高质量 对消费者有帮助的内容 总点击量并不代表什么 优质的用户点击才是关键 其实 Rulaf Sharma 和John Allen 以及其他人士所说的内容营销 一死指的是 卖家导向型的内容营销 这是一种 单向的交流方式 卖家将大量的内容 投放到谷歌来获取消费者信息 可其实这些投放的内容 对潜在消费者而言毫无用处 在2018年 内容营销又是什么情况 确实 没价值的内容营销已经消亡 但这不包括高质量的内容 事实上 营销人员找到了新的内容营销方式 极客营销 Inbound Marketing 极客营销是让顾客自己找上门的营销策略 是一种关系营销 专注于消费者需求 创建真正有用的内容 这样你才能隐藏过去的那些糟糕内容 成为谷歌和消费者眼中的优质内容领导者 事实上 内容营销不仅没死 而且在谷歌的新算法和大多数消费者的眼中变得更加重要 2018年 ICAO领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去年 谷歌推出了一项新的算法中心 该算法会对那些为客户提供大量没用内容的网站进行处罚 Certion Dreamline杂志的Berry Schwartz在他的书中写道 那些被新算法中心所惩罚的网站似乎在大量的主题上都有内容 可这些内容与其他网站已有内容相比 在质量上并没有提升 内容营销的多种形式虽然就形式的内容营销可能已经消亡 但高质量的内容营销仍处于巅峰 谷歌会奖励那些不断提供有用内容的网站 让这些网站的搜索还能靠前 内容营销不一定要通过博客发布 也可以是播客YouTube视频以及其他多种媒体形式